政治焦点要带您关心到国民党决单会之后 党内的挺猴风向还没有完全的整合 先是侯友宜竞选办公室执行长金普聪 对党内开炮 质疑党魁朱立伦所提的执政大联盟 到底是什么 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传出了 在8月中将会有大动作 立委陈玉珍更表示 有超过8成的蓝营地方议长 都对郭董事寄予厚望 被猴伴点名还要他交出名单 陈玉珍在今天就反击说 既然侯伴希望小鸡们都闭上嘴 那以后就改口说 全台的议长全台民众都拥戴侯友宜就好了 前一天说全国八成蓝营议长都对郭台铭基于厚望 遭侯伴炮轰争的立委陈玉珍向火箭犯权相及 侯伴如果每天都只想听到这些国王的心意非常漂亮 全台的民众都是拥戴侯友宜 那如果他只想听到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样子说嘛 横酸侯伴打民进党 如果有跟打自家人一样的效率该有多好 但八成这个数字连党内立月豪同事也不认同 据我的了解跟事实差非常的远 郁珍委员在立法院大家虽然非常熟 但是在国民党党务系统可能还要加油 侯友宜提名已经在全代会通过 但蓝营党内杂音却没停过 针对郭台铭八月中会友的大动作 全出侯伴不断请托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能出马劝退郭董 全力救民调的侯团队对外担忧郭董的下一步 对内进办执行长金普聪 更开启地图炮 质疑主席朱立伦的执政大联盟 董事长才刚过全代会 正要充斥的时候 我们可能怎么样的可能性 身为一个服选的人 会蛮灰心丧志 下架贪污轮的民进党 大概是全民的共识 那大家要团结一致 国民党内斗再不平息 就怕团结只沦为口号 这张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